你的卵巢 准备排卵要有一二十颗这么多的卵泡的话 那到了取卵前三五天 你的卵巢其实是非常肿胀 那在这个取卵前三五天 跟取卵后一个礼拜内 这样子卵巢的肿胀 会导致在性生活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卵巢给撞破 那一旦破掉了以后 大部分是肚子痛而已 那有时候那个血 它都会造成腹内出血 甚至于需要做出血 或者是要手术去腹腔里头止血 这个时候的卵破裂的出血 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太好止 有类似相关的研究 大概都没办法证明这个会增加怀孕的机会 考量到它可能会造成的这个卵巢破裂 或者是黄体破裂的话 我们会建议你在取卵前后 还是先不要有新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